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繼10月1日至3日解放軍一共93架次的軍機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後 10月4日台灣的防務部門再度發佈即時的軍情通報 說當日解放軍單日出動多達52架次的超大規模機群進入台灣西南空域 在國慶節10月1日開始,解放軍的軍機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就連日刷新的紀錄 一至3日累計近百架次 台灣當局緊釘之外,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也忍不住跳出來說話 當地時間10月3日,美國國務院的網站發佈新聞聲明 說美方對於中國大陸在台灣附近的挑釁性軍事活動十分關切 並指這個會破壞地區和平和穩定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聲明中還說 美國敦促大陸停止對台灣地區施壓 普賴斯還強調美國將會繼續協助台灣 保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將會繼續與朋友和盟友站在一起 並深化華盛頓和台北的關係 而在美國國務院發佈的聲明後 台灣當局隨即向美國表示感謝 台灣中央社報導 台灣外事部門3日晚說 近期解放軍的軍機艦艇頻頻繞台 對於美國拜登政府在週末期間 仍然主動以發佈公開聲明的方式 譴責大陸挑釁行徑 並重新對台灣承諾之舉 台灣當局是由衷感謝的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務院的這份聲明 與美國副防長前兩天的言論非常一致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一號 參加美國致富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舉辦的線上會議時 被問及到台海衝突相關的看法 他當時同樣說美國密切關注台海局勢 在夏威夷美國印太司令部 每天都對此進行密切的監測 並且揚言美國在這個地區擁有強大能力 完全可以壓制台海衝突等潛在威脅 希克斯還說台灣地區提高自我的防衛能力 可以維護美方的利益 包括晶片供應安全等 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 美國一直維持對台承諾 協助提高台灣地區的自我防衛能力 就在台灣當局感謝完美國的聲明之後 解放軍的軍機就以近加倍的次數 增加進入台灣的西南空域 根據台灣的防務部門10月4日的通報就說 4日當日有52架次的解放軍軍機進入 可以說解放軍回應了美國的聲明 12架次的軍機就分別是 殲16戰機34架次 蘇30戰機2架次 雲8反潛機2架次 空警5002架次 以及是轟綠機12架次 按照台灣方面的通報 10月1日至4日 解放軍4日中已經出動145架次的軍機 進入到台灣的西南空域 解放軍的軍機用威武行動去回應華盛頓的介入 同時也是對台灣跳出來多謝美國作出了強烈回擊 晚上就輪到本來放國慶假的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出手 外交部的網站就以書面答問的形式發布消息 指華春瑩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發表涉台聲明 答記者問 有記者就問10月3日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發表聲明說 美方對於中方在台灣附近軍事挑釁活動深表關切 此舉是容易引起誤判 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敦促中方停止對台施壓和脅迫 美方將會根據美中三個聯合公佈 以及是台灣關係法 以及是對台六項保證維持對台的承諾 支持台灣加強自衛能力 中方對此有什麼評論 華春瑩就重申 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輪到美國說三道四 美方有關的言論嚴重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對外發出了極為錯誤和不負責任的訊號 他又說一段時間以來 美方在售台武器加強美台官方軍事聯繫等方面消極動作不斷 包括推出7.5億美元售台武器計劃 美軍機降落台島 軍艦頻頻過航台灣海峽等 這些挑釁行動損害了中美關係 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中方堅決反對並採取必要的應對措施 華春瑩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在台灣問題上美方應該遵守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而不是自己單方面炮製的什麼文件 同時華春瑩也有警告台灣的一段回應 他指台獨是死路一條 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同謀 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 美方應該糾正錯誤 切實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停止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氣 以實際的行動維護而不是破壞台海的和平穩定 而在10月4日解放軍進入台灣西南空域的同一時間 西方的海軍艦艇也有移動 由美國的卡爾文森號、列根號航母 以及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領銜的 美國、英國、日本、荷蘭、加拿大、新加坡 多國的海軍演習就正在菲律賓海上舉行 根據南海戰略動態感知社交平台說 10月4日哨兵衛星佈獲了英國海軍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 經過巴士海峽進入南海 一同出現在巴士海峽的 還包括了美國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的 CMV-22B 南載運輸機 推測卡爾文森號 或者已經同一時間進入了南海活動 內地的軍事評論員就認為 這是美國自2017年以來 首次湊齊了三艘航母進行演習 儘管今次的六國演習聲勢浩大 但美軍本輪的演習拼湊的意味明顯 因為參加完本輪的三艘航母中 有兩艘已經進入到本輪部署的美旗 即是將會在本輪演習之後結束 就會返回基地進行例行的維護 參加本輪演習的美國海軍 列根號航空母艦及其護衛艦 在9月16日啟程離開中東地區 預計在本輪演習結束以後 就會返回美國本土 列根號是美國唯一一手 前進部署在日本地區的航母 今年6月中 列根號航母結束維護離開橫須賀港 前往印太地區參與部署 由於阿富汗截軍期間 中東將會出現航母真空期 列根號在今年的7月份 前往了中東協助阿富汗撤軍 而今年的5月份 伊麗莎白女皇號出發 進行全球航行 7月26日經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 並且在9月4日抵達日本 10月4日 歐空局的哨兵2號遙錦衛星照片拍攝到 伊麗莎白女皇號的航母戰鬥群 正是通過巴士海峽駛入南海 預計伊麗莎白女皇號將會在本輪演習結束之後 結束全球航行返回英國本土 而在本輪演習結束以後 唯一留在印太地區的美國航母 就只有卡爾文森號 8月2日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從聖蝶哥海軍基地啟程 前往太平洋亞洲進行部署 卡爾文森號航母搭載了12架F-35C戰機 以及CMV-22B魚鷹船翼機 這是美國航母首次攜帶五代機進行部署 針對域外國家在南海進行演習 國防部發言人吳謙早前就曾表示 中方對於美國、澳洲等軍隊的動向保持密切關注和高度警惕 事實一再證明美方是南海軍事化的最大推手 是地區和平穩定的麻煩製造者 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戒備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堅定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 我覺得解放軍有意識地在國慶日開展一連串的軍機演練 一方面警告台獨勢力 另一方面亦要表明解放軍在自己領土的空域上飛航自由 以回應美國大力拉攏盟友上演的南海航行自由戲碼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